Hello 大家好 看到我這麼鬆眼都知道又是拍粉底的測試 至於測試什麼呢 大家相信在標題上也看到了 就是期待已久的Fenty Beauty的產品 包裝就是這樣 黑白色蠻有型的 粉底就是這麼細枝 本來我是打算買全大小的 不過我買完其他產品 我去查看Sephora那裡 看見它相片是送粉底的 不如相片要知道粉底 我不要買全大小吧 一來我不知道它的質感我還是喜歡 二來它這個粉底有40隻色 所以我就不知道哪個顏色適合我 我在Sephora的網站裡有Shade Match的 即是你平時用什麼品牌的粉底 用什麼顏色 然後它的網站就會告訴你 這個品牌你買什麼顏色 那個網站叫我買240 因為我看到240在粉底的範圍 在中間 不知是Light Medium Warm 我覺得太黑了 應該是不適合我的 它的相片是210 我選了210來試一下 我先擠過在手上 不過好像有點太黑了 我一會兒試給大家看 你們就會明白了 不要介意 我今天聲音很明顯 因為我睡醒很避失 而且我上次說了10年不生暗瘡 之後就好像受了詛咒 生了很大的暗瘡 我另外買了兩樣產品 就是Duo Highlighter 還有一個Shimmer Match Stick 另外就加單買了金黃色的Troll V White 還有一個Beauty Sponge 那今天就先試這幾樣產品 應該明天或後天就到了 我等那兩樣到了 另外再試給大家看 因為測試一天 反正都是要分開來拍的 所以就今天先試了這些 那我們現在先試一下粉底 我塗完Skin Care 不過我就想塗一個保濕一點的Primer 因為這支粉底 其實我聽很多人說 都是說它有點Dry 那我就很害怕 所以我也不敢買Full Size 我也想試一下 其實Primer我也想買的 但是有些人說很Dry 那首先我今次就是塗Ela Masca 這個Gel狀的Primer 這支粉底Sample其實有6ml 我昨天塗在手上試一下 其實效果是嚇到我的 因為刺了一會 它真的變得很橙和很黃 那我可以給大家看看它的質感 它會這樣流下來 但不算是很稀的 普通粉底的質感 雖然大家都應該看過很多評論 都說它不是氧化 但是粉底乾了顏色 但我覺得是氧化 因為很橙和很黃 但無論如何 我照樣塗上臉 因為我也想試一下它的質感 那我一噴 先塗上臉 先塗上臉 死我胃在這裡打鼓 好餓 那這邊我首先會用Beauty Blender 上的 它的粉底其實有一層古怪的香味 我聞了很久 覺得它像某種香水味 那我完結 就大致上是這樣 其實皮膚看起來都漂亮的 感覺像是少許厚和乾 乾 乾了就好像不會再混合得開 所以大家要快一點混合開它 這些位置很噁心 我會覺得是中度遮瑕 可能可以高度遮瑕 你看我這顆東西都遮不了 我再多一層都遮不了 那邊塗了 那邊還未塗 那我現在塗到這邊 那這邊我嘗試用掃上 都是用一噴的 其實用掃上應該不用一噴 因為它很稀的這個粉底 你看到這邊和這邊已經是不同顏色了 我這樣掃的時候 我覺得用掃上的遮瑕好像高一點 不過就厚一點 對了 用掃上的遮瑕真的厚一點 不過這些位置有點太厚了 我覺得好像很大層的東西在臉上 你看這些眉毛位好像卡得很厲害 那現在整個臉塗完就是這樣 你看到這邊的遮瑕是好一點的 這邊是好像薄一點的 始終Beauty Blender濕了 其實它會吃了一點粉底 所以可能它的遮瑕就不太好 輕輕掃一點 還有用掃就可以把粉底真的浮上 鼻翼旁邊這些位置 暫時這樣看起來就不算很黃 我的頸部也挺黑 不過在手上很明顯就會看到 真的變了橙色了很多 你看這些位置變得多深色 希望我臉一會不會變得太橙 但你現在一看我臉已經比剛才深色了 現在的中數是10點22分 我還未塗碎粉 其實皮膚看起來 這些位置都漂亮的 鼻是很厚的 而且不漂亮 好像很濃的 這些位置都是厚的 其實除了厚之外 就不是很噁心的 其實它又不是黏的 如果你很乾 真的不設定碎粉也可以 但我都輕輕設定一點 好了 那我畫完眉和眼線回來 至於這個highlight 我就買了兩個顏色的 外面就是這樣的 白色 但它是透了一層珍珠光 不過它有一個不好處 就是很難開 我剛才開來 用髮鏡的時候 已經刮花了 那這個就是highlight 兩邊 一邊好像是 沒那麼閃 一邊就是閃 我可以swatch給大家看 那我覺得這個可以當是 胭脂用也可以 因為它很亮 而且它有顏色 那這個就 沒有那麼浮誇 是有一點光澤 那這種兩個顏色的highlight 它好像有四個顏色的 那有些是很淺色 很淺色的那些我沒有買 因為家裡已經有很多 淺色白色的highlight 所以我買了這個 橙橙的顏色 我覺得特別一點 而且可以當成胭脂用 我覺得它好像胭脂 那除了highlight 我都有買一個match stick 裡面就是這樣 是六角形 打開是這樣 我買這個顏色是什麼 Yarch Live 全部轉出來就只有這麼多 都真的挺少的 就這樣單一支買 就是210塊 它有個Trio 可以三支買 就450塊 但是Trio 它通常是一支浴色 一支是深色的 可以做contour 一支就是highlight 那我就不想買Trio 因為其實我只是想要有顏色的 我不想要contour 以及我不想要它的浴色 因為它的浴色是可以用來做遮瑕 但是我又不想 所以我只買了這個 我覺得它的顏色挺漂亮 可以做胭脂 那我先畫上手給大家看一下 你這樣移動的時候 會看到好像有一點點dual chrome 有一點點橙色和金色之間 那這兩個highlight其實也很漂亮 你這樣看就會看得更加清楚 好 那我現在塗了 塗了一支 其實也不覺得是很pigmented 我的顏色blend開了 那我再塗一點點 比我想像中 沒那麼漂亮 塗開了就看起來 是好像有一點點highlight 但是那個胭脂的顏色 就是那個橙橙紅的顏色 就不太show到出來 塗在這邊先 而且就算我很大力畫 我臉也不覺得它是畫到很多顏色出來的 如果你想要很自然的效果 它就做到的 但是你想要很pigmented的顏色 它就不是了 塗一點點眼 其實我想它再誇張一點 我會試一下 再試一下 我臉很亮 感覺像是highlight 多於像是胭脂 我一邊化妝的時候 我一邊都聞到粉底的味 我覺得粉底的味道很像什麼 就是 這一支香水 我覺得是同一個味 不過當然是沒有那麼濃 這個粉底當然是淡一點 好了 胭脂就塗完 雖然就不像胭脂 那我們就去塗highlight 試highlight之前 我會輕輕用過 用完的碎粉掃 剩下一點的碎粉 拍一拍它 這樣就不會令到 上去的highlight 吃實了 在剛剛那個cream的product上 弄到有兩行東西 然後很難blend開 很漂亮的highlight 那剛才哪一個是 沒那麼厲害 好像這個沒那麼厲害 我先試這個 嘩 是沒那麼厲害 但也很厲害 接著就試這邊 這邊是深色一點的 這邊也很漂亮 但這邊顏色重一點 你們會看到好像是橙色一點 真的很不同 這邊是純粹反白光 很亮 這邊就是有顏色 就是跟match stick 是差不多的效果 但就更濃縮一點 這邊是這個 這邊是這個 然後這邊是這個 輕輕塗這些位置 我是喜歡這邊多一點 因為這邊看起來 臉好像是濕了 但看起來是很smooth的 我再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它的粉底 乾了的樣子 還有新擠出來的樣子 是不是差很多度 會不會差太多 那好吧 我臉看真的很黑 現在你們看到 完全是 就算我打那麼大支燈 我臉看我也是偏黃 現在的小時數就是 11點04分 我晚一點會再check in 至於我會不會在冷氣地方 所以我還未清楚 所以 晚一點再和大家check in 那現在暫時的情況 就是這樣近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好吧 那我們晚一點再check in 拜拜 今天我下午 走了出去 現在一點幾鐘 在街上走 都真的很熱 不過我走一會 就會回到上車了 所以不會在街上走很久 至於粉底 現在是怎樣我看不到 因為太曬 我看到螢幕 是看不清楚自己的樣子 還有我沒有鏡子 在手 那或者我晚一點再和大家check in 不過現在的裝置是這樣 哇 你看到 超誇張 有些人以為我瘋了 不斷對著電話說話 好啦 我真的晚一點再check in 現在是6點30幾分 然後呢 這個光碟給大家看一下 我臉是有油光 然後胭脂還在 不過你會看到 我的fine lines 這些笑的位置 會有一條條線在 但是呢 它是比我的頸 我現在臉是比我的頸 你看看 看到嗎 它和我的肩膀差不多 那我晚一點回到家 再check in 這個光線看下去 我的皮膚很恐怖 好啦 拜拜 哈囉大家好 現在就是 十點半 那我放了工之後 就剛才check in 就是去跳舞 跳舞就有出一點點寒 都挺熱的 接著就吃東西 然後回家 那粉底就在臉上 差不多十二個小時 今早塗上去的時候 它乾了之後 是黑了一點的 接著 隔了那麼多個小時 它好像再黑了一點 而且我看到臉上 那些浮粉的東西 是很橙的 所以可能 一來顏色不對 二來它又氧化得厲害 所以 那看回整個臉的狀態 那其實你看到 整個臉都是很亮的 現在 油光滿臉 我是覺得它這些位置有點乾 就是我笑的時候 這些位置 這裡的柚紋是明顯了 就是比我平時 不塗粉是明顯很多 鼻子也是溶得厲害的 這些位置都是出油 而且很亮 這些位置其實都溶完了 你看到這些是浮粉的位置 你也看到是溶完了 還有可能真的 那個顏色的問題 你會看到 好像一塊塊 有些深色的一層 在我臉上 不知道是我今早塗得不好 還是粉底的顏色 還是它溶妝溶到這樣 你看到我這裡 一塊塊 好像很骯髒的 那這個粉底 其實它本身也是說 出來是為脂肌的 我也覺得乾肌肌 又未必真的會很喜歡 因為真的塗上去比較厚和乾 我會在第二次塗上去淺色的顏色 塗上去淺色的顏色 塗上去少點、薄點 看看它結尾會不會好一點 所以其他東西 我留在第二次再跟大家分享 Hello 來到第二天 我昨天很幸運地 收得切我另外加單買的東西 想今天試完它 其實不是很多 只有兩樣東西加上一個 sample 第一樣是Beauty Sponge Precise Makeup Sponge 另外一件東西就是 另一個Highlighter 就是Trophy White 金黃色的那個 因為我第一天一開賣 我就馬上去他的網站買了些東西 但就看不到實物是怎樣的 因為那時候是沒有人做review的 其實過了很快的時間 整個YouTube已經在講Fancy Beauty的東西 我再看多些人的review 之後就發現 Trophy White 雖然是很金黃色 雖然是用來做Highlighter很怪 但真的很漂亮 所以我都買了 大家如果有看這個品牌 應該對這個顏色會陌生 另外再加單可以再買Sample 之前那個210 發現可能是太黑了 所以就選了一個這樣的Sample 其實它是有Primer 有Foundation 打開這裡Primer 這裡有四隻色的Foundation 你可以試 大概你就會知道 那個顏色的Range是怎樣 這個是150 這個220 340 420 這兩個都應該是太黑的 如果你是比較白的女生 這個應該都會黑的 因為我塗210 其實都偏黑 所以我今天主力就是想試150 還有Primer 這個東西 你要這樣拿出來 然後就會有一片東西 我已經塗了正常的Skin Care打底了 所以大家不要介意我的聲音 因為我正在病 聽到我的聲音很濃 好,那我先試一下Primer 有一點點香味 不知道它的Primer是否有防曬 我先拿一點點出來 塗上去的感覺也很Smooth 昨天測試過粉底 效果不太好 我不知道是顏色不適合 今天試完它的Primer 再一次看看會不會有進步 Primer不算很黏的 有一點滑滑的 但又不是很黏的 它說是保濕 但我又不覺得很保濕 有令到臉平滑一點 摸上去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控油的效果 要再試才知道 好,那粉底 我就開這個150號色 這個就是Beauty Sponge 其實它的尺寸和Beauty Blender 是差不多 我想基本上是一樣的 但切了頂部 濕了之後 你會看到它大粒了很多 而且摸上去的感覺 密度比Beauty Blender 很彈 但好像更軟 打開這個粉底 昨天我覺得自己好像塗得多了一點 今天試試塗薄一點 看看它的效果會不會好一點 再加上Primer 這個是150號色 這個是210號色 雖然150和210中間是差了很多度數 但是這樣看起來 其實又不是淺色很多 這個是偏橙一點 就是比較溫暖一點 這個就不覺得很粉 是像是neutral一點的顏色 大家如果要Shade Mesh的話 這裡是給大家一個想法 大家大概是怎樣的 其實它的Primer 和粉底是一個味道 而且塗上去 我現在塗了一會 Primer走來走去的時候 我都是聞到香水味 這個是我不是很喜歡的地方 因為我不是很喜歡聞到化妝品味在臉上 尤其是味道我不是特別喜歡 它很液體狀 所以我會找一個Spatula 塗出來 這裡大概一噴還有一個 我試一下一噴再塗勻 整個臉 而且剛才塗完Primer之後 我臉看起來已經是滑了很多 輕輕薄薄地上一層 其實就好像不是很足夠的 因為粉底比較薄 還有這個Sponge都吃了一點粉底 所以我會加多一點 加多大概這麼多 那我這次就盡量輕手一點 不要讓這個粉底在我臉上太厚 那我發現逐份塗可能好一點 因為它都乾得很快 而且在Primer上面好像乾得更快 那我覺得這個150號色 其實跟我的膚色是挺合的 你看到它真的不是說超級全遮瑕 這顆也遮不到 所以希望它今天就不要太厚 但現在就這樣看 其實它的Primer令到我臉很滑 這些位置是輕微乾 你看到是乾的 但乾得來它是不是黏得很實 在鼻子上 而且也會吃了一些毛孔 然後這些位置其實是很紅 但它又遮不到 那我輕輕用個Beauty Sponge再蓋一下 不行了 感覺到再搭上去 其實會越搭越厚粉 如果你的皮膚是比較乾的話 我勸你不要用Primer 皮膚看起來是很乾 因為它是很滑 額頭這些位置都正常的 不是最貼的 但也沒有叫做浮粉 那對了 和昨天的情況是有點相似的 但塗完Primer就感覺更滑 而且這個顏色真的好很多 我手上的粉底乾了 之後就這樣 你看到這個 乾了之後 是真的特別橙色的 好害怕 那我現在 要化完妝 因為我快要出門了 個人習慣 其實我整塊臉都會加水粉 不過其實它也很滑 不黏 不黏手的 好了 那我化完妝 其實我遮了少少這個 暗瘡 但也遮不到 那粉底有沒有看我黃了呢? 其實我看鏡頭不知道 但好像有少少比剛才沒那麼白 Anyway 那粉底我今天會繼續做一個實測 看看它用了不同的Primer 會不會有什麼不同 而且它的色調是適合 會不會好一點 好了 那現在就到這個 Trophy White 那我也知道很厲害 這個highlight 先塗這邊 看到嗎? 一堆金色的東西 它真的很鮮 而且它像是很多閃粉 讓它反光 而不是很幼細的highlight 應該是有點浮誇的 不過我嘗試把它放鬆一點 我想如果膚色深的人 看起來真的會很漂亮 但比較偏白的人 就會看到有一行黃色的東西 但真的輕輕的 其實它已經有很多粉 塗一點這些位置 塗在這裡很漂亮 混合不同的唇膏 會有不同的效果 我覺得 我現在找個大一點的掃 先塗它 你看我的臉 好像有一堆很幼的閃粉 在臉上 嘴巴就是這樣 嘗試把它塗在眼上 嘗試把它塗在眼上 我只會塗在最凸的這個位置 其實用它來做眼影 也真的很好 它真的很漂亮 看看 你看看 看不看到我眨眼的時候的閃粉 這個highlight的顏色 真的不是每個人都會用到 或者喜歡 它整個collection的價錢 都不算超級超貴 我覺得都是充滿的 有味道很便宜 但不是很貴 現在是11點09分 我晚一點再跟大家check in 我現在真的要出門口 好 拜拜 那現在是4點29分 那check in 回個狀 其實我剛剛出了街買東西吃 然後很熱 出了汗 所以我的臉很亮 你看到整個臉都是亮 那那個highlight 都還在 是hold得比昨天 不過 都是很亮 就是它 會看到好像整個臉油光 我不知道是highlight 還是粉底 但是你看到鼻子 也不是溶得很噁心 臉看起來暫時還可以 又不是黑了很多 我想這個顏色才適合我的 它沒有再變得很橙 part 1的顏色實在 真的太深色了 這個其實好很多 看起來 我覺得它的粉底 好是好在 它雖然是厚 但是它 也頗長的 我覺得它沒有溶到散開 一屁屁 或者 好像Cat Von D的 溶得來有乾 我覺得這個也不錯 我不知道是不是它的primer 額頭 這樣看是沒有什麼 但是 現在就是塗了5個小時 或者晚一點 回家再更新 暫時現在的情況 都OK的 好過我那天 只用那支粉底 沒有用primer 再更新 大家好 我又回來了 現在的時間數 就是 7點26分 我是完全沒有觸碰過妝 除了剛才我出去 買了一些東西之外 都是在冷氣地方 不過我吃東西 其實就吃到 流汗 因為吃辣東西 一直到這裡流汗 鼻這些位置 其實我今天雙風 我是滲了很多鼻涕 這些位置是掉了 至於下巴這些位置 因為有個很大的暗瘡 所以我就 蓋了遮瑕膏 所以我們就只會看臉這些位置 你看到那個highlighter 仍然在這裡 至於粉底 其實塗了差不多8個小時 我覺得好過 我第一次試的時候很多 都是有點油光的 我覺得有塗primer和沒有塗primer 都相差很遠 因為我第一次試這個粉底的時候 這些位置是 看到有幾條皺紋 有塗primer 其實它溶得不太厲害 但是呢 我覺得它 都是會泛油光 而且它令到我的皮膚的質感 明顯了 可能我要補妝會好一點 但我看到這些位置 都變得出來 而且毛孔好像更加明顯了 我覺得算是挺長的 這些位置 今天塗了primer 就沒有觸碰過 都不是特別 用得很厲害 在這個位置是比較噁心的 不知道 毛孔變得好像粗大 我不喜歡這個效果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我對這個foundation 第二次試的用效感 是用了primer 它是會好一點的 而且這次這個顏色 都真的好很多 你看到現在就算氧化了 都不會太黃太橙 但至於會不會買這麼大的 我又未別 第一 我又不覺得它特別做了什麼 第二 我是覺得 平時 剛剛化完妝 我會覺得自己的皮膚很漂亮 這個 我就會覺得好像有一點厚 還有 有一點乾 好像太滑 我就不是很喜歡它的finish 如果你們有看我的實測片 你們都會看到我之前有些foundation 我是覺得更加漂亮的 所以這個就 它不是很差的 但不是我最喜歡的效果 但如果買的話 我都很建議你買它的primer 或者你用一個比較控油的primer 我不知道 至於其他的product 現在我先說一下 這個粉底說了 它這個match stick 我覺得可有可無 雖然這個看起來好像很漂亮 但塗上去又不是很creamy 和很pigmented 其實都容易推開的 但其實它不是超級creamy 那些cream狀 product 它是很大力塗上去 然後推開它好像變成粉狀 它就不是很粒粒的 我想它整個系列都是 一些容易出油一點的皮膚 因為它有出blotting powder 和吸油紙 這個我覺得如果你想玩一下 或者你喜歡它的顏色的話 可以試一下 如果你沒有什麼特別的話 就可能不需要買了 至於另外牙色那些可以當 concealer 和contour powder 我真的沒有什麼興趣 至於這兩個highlight 其實我自己就非常喜歡 我覺得這個很漂亮 尤其是這一邊的顏色 它好像沒有顏色 但它有一層亮的東西在你臉上 很細緻的光澤感 然後這一邊其實是差不多 跟剛才那個match stick 是差不多 所以那個match stick 就可以不要買 尤其是這個顏色 你買這一盒就好過了 因為有兩個顏色 而且顏色塗出來 都很漂亮 我真的喜歡 至於這個signature 還有一些Trophy Wife 就個人喜好 我今天塗了 我覺得 不是想像中那麼黃 那麼噁心 而且我塗了它 當眼影 我覺得眼妝很漂亮 粉質 其實它一定不是很幼細 很Smooth的光澤感 它是好像很多閃粉 在你臉上反光 如果大家對這個highlight 覺得很好奇 或者你想試一下 或者你不怕塗這些顏色 外出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是不錯的 也是挺Signature的一個產品 但我想其實大部分女生 都不會選擇買這件 Swatch多一次給大家看看 它是金黃色的 不過我塗它的時候 我不會用掃來回 塗很多東西 我只是輕輕的 碰一碰 這樣塗就不會太浮誇了 但如果你要很濃的 你這樣塗 當然是一行黃色的 變成了 也挺漂亮 不過現在這樣看 就會看到兩行黑了 糟糕 日頭不覺的 現在這樣 光線射過來 就變成這裡 兩塊黑了 那你要想清楚 先好不好買 現在有沒有 現在這樣好一點 即是說 你不可以把它塗得太實色 它一太實色 就會有兩行黃色的 或者在臉上暗了 在臉上 如果你輕輕掃上去 它就是有一個很漂亮的 十八銅銀的效果 我已經弄爛了幾次 弄了幾次 然後這個 比較容易開 但我也不小心弄了一下 給你們看完後面 其實它的 highlight 後面也挺漂亮的 它印上那個 highlight 顏色 Trophy Wife就是這樣 我忘了說這個 sponge 其實它跟Beauty Blender真的很像 我不知道我是用慣了Beauty Blender 還是怎樣 我覺得Beauty Blender好像比較容易 它這個位置 其實平了 本身是可以貼這些位置的 但我總是覺得Beauty Blender的位置比較適合 因為它這裡比較尖 其實是可以攝入一些 隆隆隆隆隆隆的位置 多於這個 它的質感也是差不多 但我還是喜歡Beauty Blender 我都很推薦你們 如果喜歡化妝 或是經常用粉底 都是買一個Beauty Blender 正版的 不要去沙沙的買 那好吧 我都說了我想說的東西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 對這個品牌超級有興趣 或者你們會不會像我一樣 一開賣就沖了去買 那它們的價錢 我就寫在下面的 description box 如果大家還未訂閱我 就快點訂閱我 如果我燒著了你們 就留個火焰的emoji給我 如果大家對Trophy Wife有興趣 也可以留個黃色深深給我 因為我也想知道 其實多不多人 想買這個金黃色的 highlight 那真的說完了 大家有空去追蹤我 Instagram Facebook 和Snapchat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拜拜 它的網站裡面有Switch 我又再弄爛了這盒東西 它真的很難開 很不開心 如果大家覺得這個 它又跑上來了 那如果我燒著了 但是... 我的貓跑來跑去 它一拉完屎 就跑來跑去 不知道為什麼 你們的貓是不是這樣的 我的聲音很聞 所以我真的收視 By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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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